8月27日与28日举办的S2O台湾泼水音乐节 惊传因为申请特殊入境许可的问题 导致高达11组外国艺人无法如期抵台表演 无法来台名单如下 包含有 Yellow Club CL R3 H&B KJ Mark Vader KSHMR V9 Kura Lishuk Mesto 以及Leo Palme 而国民姐夫剧俊叶仍然在8月27日晚间出席 俊了解将在晚间19点55分至20点55分表演 依据剧俊叶自己发布的现实动态来看 似乎真的会随即赶回韩国参加28日的音乐节吗 由于这次未能如期来台的DJ众多 泼水音乐节的主办单位 似乎将原本剧俊叶与DJ Junior的联合演出 更改为两人各自独立演出一小时的时间 这对于剧俊叶的粉丝来说 应该是一个好消息 我们也期待国民姐夫剧俊叶 能够在如此大型的表演舞台 发挥出淋漓尽致的表演 小S因为拍摄了Uber Eats最新广告 出席了8月26日Uber Eats记者会 提到剧俊叶最近会在家里做韩式烤肉给家人吃 小S笑说 没想到姐夫做的韩式烤肉一级棒 真的是太美味了 姐夫剧俊叶还说 下回还要做大酱汤给大家品尝 小S开了个玩笑 说剧俊叶对自己的厨艺很有自信 担心剧俊叶会放弃DJ工作 转行担任厨师 都基本上等着担心剧俊叶 jag抵达担心剧俊叶 不是 就是 最终的感觉 我好想说 我好想说 你